哈囉大家好 我是璐翔 我現在在東京 我今天呢是要出門去買文當的生日禮物 因為文當快要生日了 那現在我是坐在塞西里亞的外面 等著先吃午餐 吃完飯再去買文當的生日禮物 買完之後呢 回家之前想來去藥妝店買一下 就是日常生活用品 因為我現在還有很多東西都沒有 沒有帶來 想要在東京把它買齊 然後我今天是跟我的Sharehouse的鄰居一起來的 Narumi-san des -哈囉大家好 -我愛你 -啊 超棒的 那是韓國和日本的食物 -是的 我來到了塞西里亞 因為我真的非常想吃塞西里亞 所以我就找Narumi-san跟我一起來吃 因為在熊本的時候反而完全沒有機會吃 所以來東京都想說 就可以吃個塞西里亞這樣子 Narumi-san是広島出身了 -對 大家請來広島出身了 -好 大家來広島出身了 這個是Narumi-san的生火腿 他還有點個麵包來配可是還沒來 這個是起司跟番茄的沙拉 我點了個蝦子番茄意大利麵 -沒有小炸蝦 然後Narumi-san的麵包來了 我每次必點個小炸蝦 -真的超好吃的 -真的超好吃的 我現在來到新宿的衣飾丹 -其實文藤他這次是有跟我指定說 -他產業PLADA的名片夾 -所以我就先上網查發現新宿衣飾丹好像蠻多貨的 -所以就進來找 -店員拿了兩個款式給我 -一個是這一個 -另外一個是這一個 -可是我覺得這個PLADA其實沒有很明顯 -這個比較明顯 -那他們說比較低調的人的話 -應該會用這一個 -那比較人氣的話是這個款式 -這個的話呢 -他比這個還要再厚一點點 -等一下 -我覺得文藤應該會是想要露出來的 -所以我就選這個 -他要說這個比較人氣嗎? -這裡是剛才有一個箱子 -這裡有一個很可愛的 -漂亮 -謝謝 -然後這個箱子上 -我給你一個紙巾掛給我 -我給你一個紙巾掛給我 -他們說這個登錄情報啊 -就是只要你買的商品有壞掉什麼 -都可以請他們來修理這樣子 -現在店員在幫我綁禮物的蝴蝶姐 -然後順便來照一下我跟 -Rarumi-San -來了 -我給你一個紙巾 -謝謝 -買到了 -謝謝 -你會喜好嗎? -那這次我買的發票 -這次服務我的店員是Sanmo-San -大家如果要來新術衣室單 -買男生用品的話可以找Sanmo-San -很帥又很親切 -大家好 -那我現在已經回到我的房間裡面了 -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買的東西 -我剛才在藥妝店買蠻多東西的 -因為自己還是有很多缺的東西 -那我買了一個髮油 -因為我發現用髮油保養頭髮之後 -真的頭髮就會比較順不容易毛躁 -那這一款呢是今天跟我一起去的鄰居他在用的 -他跟我說還不錯 -然後價格也蠻便宜的 -所以我就買買看 -好像才900多日元而已吧 -還蠻便宜的 -是這樣子用擠的 -可以擠3D -滿方便的 -然後除了這個之外呢 -買了一個DHC的護唇膏 -因為我現在的護唇膏快用完了 -我就想說買一個新的護唇膏 -然後就有看到這一款好像是 -DHC的護唇膏 -在UP一階的 -DHC的護唇膏 -所以我就想說買買看 -希望可以滋潤嘴唇 -然後還買了一個牙膏 -這個牙膏呢也是文章跟我說 -還蠻好用的 -買錯了 -我要買的不是這個 -我要買的是另外一個品牌 -可是我買錯了 -算了沒關係 -反正我又用這個 -反正是要買另外一個文章推薦的 -我之後再跟大家講好了 -等我這個用完 -我的早上跟晚上其實是用不同的牙膏 -這個是早上用的 -因為晚上用的我有自己帶過來 -所以這個早上用的就另外去買一下 -然後還有這個 -我們畫中用的海綿 -我上底妝或是粉底的時候 -通常都會用海綿 -所以就買一個一個 -然後呢 -這個呢 -Nanox-San-no -洗衣精 -其實我們家的洗衣精 -柔軟劑都放在文章那邊 -因為要搬過來很麻煩 -所以我想說自己去買一個 -就買了這個 -然後我好像沒有買到柔軟劑耶 -明天再去買 -除了這些之外呢 -給大家看一下 -我今天是買給文章的 -Clara-San-no -這個 -面紙裏 -這是Clara-他們給的包裝 -就這樣子給文章 -等到送給文章的時候 -再拆封給大家看 -希望他會很開心 -哈囉大家 -現在是另外一天 -現在聲音還有點啞啞的 -因為是早上 -那跟大家講一件很悲劇的事情 -就是我本來是預計說 -我要實際上去九州地區 -就是跟文章一起慶祝他的生日 -然後把這個Prada親手送給他 -結果沒想到日本就是發布禁止 -事態宣言就是自訴 -尤其是東京地區 -有幾部藥的外出 -就是大家都要控制 -所以我覺得保險起見 -乖乖留在東京 -我其實一直很猶豫 -我要不要寄給他 -可是我又覺得寄給他 -我沒有那種跟他一起開封 -很開心的感覺 -所以就決定 -先不要送他 -然後等到可能一個月後 -兩個月後 -還是三個月後 -因為我也不知道會持續到什麼時候 -就是日本比較穩定一點之後 -還是他的工作有變動 -可以來東京的情況下 -我再送給他 -因為還是想要親手送他嘛 -雖然趕不上他的生日時間有一點難過 -可是我覺得我還是比較重視就是 -實際拿給他 -看到他很開心的樣子 -那剛才有提到幾個事態宣言嘛 -就是大家也不用擔心我 -我還滿認真在消毒的 -一回家就會用這個噴手 -這個是文章在我來東京之前在熊本買給我的 -因為文章就知道說我自己一個人的話 -應該是會很懶得去買這些東西 -所以他就買給我 -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東西是我還滿珍惜的 -因為是文章的心意 -然後除了這個之外呢 -還有這個 -媽媽寫給我的台灣口罩 -每天都帶著台灣的口罩出門 -然後每天都有乖乖喝水 -然後我覺得應該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-所以我吃滿多健康食品的 -吃魚油啊 益生菌 -還有維他命D之類的 -我也不知道有沒有用啊 -可是就是覺得盡量早睡早起 -多吃保健食品提升免疫力 -多喝水 多消毒 -就是好好保護自己 -然後也不要手續聚餐這樣子 -其實在來東京之前真的期待可以跟朋友吃飯 -但是現在覺得還是要顧大局嘛 -然後也覺得保護自己也是保護別人 -在家裡的日子也是滿開心的啦 -而且我的Sharehouse有附電視可以看電視 -然後跟Sharehouse的其他人感情也還不錯 -滿開心的 而且媽媽還有寄東西給我 -之後可以拍一個我媽媽寄東西給我的開箱影片 -還有我的朋友 -然後最近也上網買了很多書 -最近有一本覺得滿有趣的是這一本 -就是畢竟在每個國家生活的水準都不一樣嘛 -就是包含未來的生活 -買房 買車 還是小孩 -還是投資 -還是現在的稅金制度什麼的 -了解這個地方 -課內才知道怎樣的財務分配 -是比較適合自己的嘛 -而且也可以多了解日本社會 -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-像一翻開就有說 -規劃一下人生規劃 -然後就從20歲一路規劃到100歲 -就可以看到在日本 -念一個專程就要多少錢啦 -大學差不多有多少錢啦 -然後生一個小孩才不知道花多少錢啦 -我自己覺得滿有趣的啦 -就是也可以邊了解這個國家嘛 -等到整本看完我再跟大家分享 -因為這段拍的很臨時 -所以我現在就是往我的身邊看一下 -有什麼東西我就講什麼 -好啦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來見 -大家也要注意身體健康喔 -掰掰 -掰掰